精湛的医学专业 搭配专家深入解析 曾牧仁医学博士 追寻健康之道 活出精彩人生 活出曾健康 一项研究数据显示 每100人中居然有高达3人 可能患有甲状腺抗经疾病 由于甲状腺的主要功能是调节新陈代谢 影响体温 且对心血管系统有巨大的影响 但经常却因为初期病症 与其他疾病很相似 让一些患者容易跑错科别 最后只能得到部分的治疗 甚至可能错过早期治疗的黄金期 你可能会有是心脏不舒服 心脏你跳太快 或者你会怕热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成代谢太快 所以因为这样 你就会很容易怕热 还有我们的胃肠这方面 它乳痛会很快 当你乳痛快的话 有时候你没有时间去吸收 所以你吃的东西很快的 它就下去了 那就会有拉肚子的现象 因为有拉肚子的现象 你的甲状腺抗经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体重就会减轻 曾医师建议定期全身健康检查很重要 因为甲状腺抗经是个非常复杂的疾病 不光有天生的隔离肤试症 还有其他多种因素都可能让甲状腺功能过度活跃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的诊监里患者只需要坐在诊疗以上 医师就能测量出有没有体重和心跳异常 再加上血液内的甲状腺素数据 就能检查出是否有甲状症状 第一个我们就会帮他抽血检查 那厌血里面会包括些什么呢 就包括的这个甲状腺刺激荷尔蒙 我们讲的TSH 然后我们在检查的FreeT3、FreeT4 那其他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检查 这个thyroid globulin antibody 就是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他的蛋白的抗体 这等等这方面都可以分辨出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grave disease 就从这些检查里面 我们大概就很快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他有没有甲状腺的这个问题 如果不幸确诊也不用太担心 曾母仁医师诊所会提供专业的病因分析 并给予适合的药物治疗 同时密切追踪病患的身体状况 且因甲状腺抗劲会影响荷尔蒙 与病患的心理健康 所以曾医师不仅提供舒适的看诊环境 来减轻患者的压力 且会根据患者的情绪状况 来提供药物或滋伤服务 就有假装抗劲的人 他会显得会比较容易紧张 very nervous, very anxious 所以就听起来看起来就是说 他就out of control 有的时候会变掉 所以像这种情理之下 我们就会跟病人说 但我们一旦确定是说 这个病人他有假装抗劲的话 但我们马上就用药物的治疗 来治疗我们的病人 然后再跟他沟通 跟他consult 跟他讲说 你只要准时的吃这些药 你这些症状都会改 然后你这个症状改了以后 你的情绪上面 也会控制下来 曾医师强调 预防是管理甲状腺问题的关键 不只要提升自我免疫系统 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吃饭要均衡 还建议规律运动 这样才能避免甲状腺疾病 至于甲抗的患者 还要记得按时吃药 才能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第一个要足够的运动 然后我们隐私上面 我们就是有一个 Well-balanced diet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定期的检查 到医生诊所那边 做一个定期检查 然后他就会帮你验血 然后帮你做生理检查 检查你的这个甲状腺器官 有事都有没有正常 看有没有 如果有摸到什么 异状的东西的话 异物马上要去做一个处理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这些都有做到的话 都是可以预防 就是甲状腺的问题 最后 曾慕仁医师提醒观众 虽然甲状腺抗境 是一个复杂的疾病 但是只要和医师紧密合作 就能成功维持稳定的甲状腺功能 提升生活品质 我们要注意这个 有这个正常的运动 然后呢 我们有正常的饮食这个习惯的话呢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可以预防这个甲状腺症状腺的问题 东森美洲台全新专题 活出曾健康 曾医师下次将深入讨论 华人社区常见的健康问题高血压 分享专业医疗知识的同时 也提供食用的预防和管理方式 要带领观众一起寻找通往健康的路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